我的片子其實幾乎90%的素材 都是在緬甸做拍攝的 那我跟隨著一個台灣的蝦農 小杜哥 然後去到了緬甸 他那時候有合作的計畫 可能跟當地人合作的計畫 那他去到那邊之後 就發生了一些狀況了 對 那這狀況可能要到 片子裡頭大家就會知道 那這狀況其實還蠻嚴重的 蠻驚險的 對不對 對 對 蠻驚險的 那他也很幸運的 就遇到了我的下一個被射者 那後來他們驚險度過之後 他們就開始合作 那在合作的過程 當然就是 我的片子的另外一個主角 就是蝦子啦 就是一起養蝦 然後希望可以在緬甸 一起做一些事情 那當然他們去到 從台灣去到那麼遠的地方 或者是說我的另外一個被射者 他其實是緬甸跟 華人的混血的第二代 那他回到緬甸之後 他們也希望可以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們就一起合作 然後希望可以完成他們的目標 嗯 就算在一旁邊的上來 那我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算在這兒 可以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們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邊的事